欢迎来到美厅 偏执行人格跟谁在一起,谁痛苦 美国著名心理咨询师南希·麦克·威廉斯曾在书中提到 偏执行人格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关系中都将是有毒的关系对象 他们就像一只好战的攻击、敌对、愤怒、恶意伤害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有理无处说,有苦无处诉 你的坏心情都是由他们造成的 偏执行人格的人,自己的人生是折腾的,身边的人是痛苦的 他们一般有以下三种特征,谁遇到就是谁的不幸 一、不讲道理,只认歪理,特别擅长狡辩 张小芒教授在《逻辑思维与诡辩》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因为隔壁邻居经常通宵打蛋打麻将,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睡眠 不堪忍受的他上门讨公道 你们这样通宵打蛋,吵吵嚷嚷的打麻将,影响别人休息 邻居却反驳说,你家孩子能不能半夜不要哭,也吵得人睡不着 还有你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太大,能不能不用厕所 在偏执的人眼里,不讲事实,不谈逻辑,歪理一大堆 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狡辩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喜欢强词夺理,还死将死将的人 他们从不为他人着想,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扭曲事实,让人既生气又无奈 和这样的人相处最痛苦,因为你做不到不理会,待在一起又很折磨 管理培训家张义武,曾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竹子 在他眼中,竹子代表竹林七贤,还能寄托文人情怀 是提升房子格调的上家之选 可刚种上没几天,隔壁邻居上门来找他 你这竹子,到时候穿墙而过到我们家,不就麻烦了? 张义武很纳闷,这么好的东西,即便过去也是增添了一份雅气 怎么会麻烦呢?邻居却不以为然,我是做生意的 你这搞个竹子,心都是空的,影响我生意 听吧,虽然很无语,张义武还是拿起工具,走到院子里挖掉了全部的竹子 朋友们得知后,都替他打抱不平 我很欣赏张义武的回答 他说,在偏执的人眼中,你的反驳就是一种冒犯 以牙还牙,只会加剧冲突,不针锋相对,才不会被其反伤 偏执的人,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 有礼的时候会将小问题无限放大 无礼的时候也会垂死狡辩 当你遇见一个执拗又喜欢诡辩的人 最好的办法不是好好沟通,而是赶紧逃离 因为和这样的人沟通,最后你会发现既浪费时间,精力,又伤身体,坏心情 二,形势一走极端,得不到就毁掉 心理咨询师徐亚辉说,对于有些偏执者来说,他们缺乏成熟的自我控制 他们往往具备很强的攻击性,容易做出不理智,甚至是极端行为 作家何所欢有个女读者,因为男友的过激行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女生跟男友恋爱两年,感情越来越差,每天除了吵架就是冷战 而且在男友身上,他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 女生提出和平分手,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男友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 男友跑到他公司闹事,还给他的老板发邮件,说他生活不检点,诋毁他在工作时间做私活 总之,女生被公司开除了 因为被男友诋毁,报复,女生陷入了抑郁,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 这世上最令人恐惧,窒息的关系是,得不到,便毁掉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那我劝你尽早结束这段关系 因为他极端的性格,早晚会对你做出伤害性的举动 2009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师堂里 中国留学生朱海洋像疯了一样,赐死了同为留学生的阳心 朱海洋对阳心一见钟情,多次在生活和学习上为阳心提供帮助 当朱海洋向阳心表白时,却遭到了对方拒绝 因此,怀恨在心的朱海洋在纠缠了一段时间后,便对阳心痛下杀手 朱海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而他自己也成绩优异 因为他偏执的性格,最后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 曾奇峰说,在任何一段关系中,如果其中一方经常会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敏感 多疑,那么多半会让关系变得非常辛苦 人与人相处,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 无论是谁,他的人格必须是健全的 跟人格健全的人相处才心安 否则你可能会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三,看别人都是病人,看自己完美无缺 伍志宏分享过一段个人经历 有段时间,他跟同事对接项目时 发现大家积极性和配合度并不高 甚至还有人在刻意回避他 他找到同事询问原因 对方告诉他说,因为你总是会用更高明的东西 驳导大家,进行各种否定和攻击 听吧,伍志宏反思了一下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发现的确存在同事所说的问题 在跟同事相处过程中 他总是极力地去证明 我是对的,我是好的 后来,他痛改前非 可他在工作中发现 接触到的偏执型人格的人都很执拗 并没有自省的觉悟 对此,伍志宏说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正常人,我们知道自己有对有错 我们会反省,那些偏执狂 他们百分百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 所以在坚持这一点时,态度极其坚决 这类人有个共同特点 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对的 别人全都错了 工作出问题,指责领导太挑剔 人际关系不和谐 抱怨对方太难相处 生活不如意 埋怨伴侣不体贴 出了事情 他们喜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看别人都是病人 看自己完美无缺 作家陈云斌小说《秋菊传奇》里 女主何幸福因为和村长打官司 没办法在村里继续待着 只能和丈夫王庆来一起到城里打拼 进城后 王庆来找了个开模的工作 因为没有营业资格被罚了款 扣了车 回到家 他将所有错推给了妻子 失业后 王庆来找工作屡屡碰壁 他开始抱怨社会太现实 没有过硬的关系 很难在城市立住脚 在王庆来眼里 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不公 都来自外界 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只有他自己委屈 妻子和幸福 因此整日以泪洗面 终于有一天 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婚 曾世强说过这样一句话 永远都不要和偏执的人讲道理 争高低 论长短 无论你如何摆证据 讲道理 他都认定自己是对的 咬定你是错的 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偏执的人 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与其跟偏执的人做无谓的消耗 不如趁早远离 别再内耗自己 心理咨询师古风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做事偏执 极端 生活中无论谁和这种人相处 都是倒了大美 与其相处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不仅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而且浪费时间与精力 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 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他 因为大概率你会失败 还会遍体鳞伤 躲得远远的 这不是冷漠 而是自我保护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